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章23节说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这段经文生动地表达出来由心发出 就是说心好像一口井发出水来 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是从里面涌流出来 一个人的行为就是他内心景况的一种流入 你的孩子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 是他内心所缠的善或者是恶的反应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的孩子小的时候 他们每一天傍晚都喜欢去我们旁边的这个水面部来游泳 我们会对他们说六点半要回家 所以我们在六点十五分就会开始提醒他们 然后六点半之前的五分钟再提醒他们 六点半到了 通常他们会觉得玩得不够想要再玩 虽然心里不愿意 但是还是要会回家 所以一天早上我太太带领他们读圣经 刚好讲到认罪这回事 所以我太太就问他们说 有什么罪要承认的吗 其中一位的孩子就说 妈妈 那天游泳的时候时间到了 但是我还想再玩 那你又要我回家 我就心里很不高兴 不甘愿地回家 回家的过程 暗暗心里骂耶稣是坏蛋 不让我游泳 那孩子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家这个行为 其实是反映出他内心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孩子也愿意去承认他的不对 这也反映出他内心的善的一方面 产生的一方面 父母的职责是引导孩子的心 父母要学会从孩子的行为 去追究孩子的心思意念 并用上帝赋予父母的权柄 带着慈爱来关注孩子的心 这样才能引导他们认识自己心里的问题 走上人生的道路 我们会从一本书叫做《子女心父母情》 来继续看怎样具体地来探讨怎样教养孩子 这本书它的观点立足在圣经 而且做的事怎样反映出他一些内心的情况 所以我们先练习去观察我们的孩子 再见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